配合国立大学医院环保日 国大医院宣布系列措施已达到在2030年以前 将垃圾量减少六成 用电量减少一成的目标 系列措施就包括了不再发放塑料袋 以及减少食物浪费 为了鼓励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袋 国大医院的药局和零售店将从今天起 为每个塑料袋征收一毛的费用 同时医院也将从下个月起 停止发送纸质的医疗账单 医院还将优化手术室的空调和机械通风系统 以节省能源 在这其中一个很成功的项目里面 就是改变了我们的手术室里的冷气气流 因为大多数的手术都是在白天举行的 所以在单单的这个小小的项目里面 我们就可以帮手术室里的能源 节省了40% 为了减少碳足迹 医院也将改用较为环保的麻醉气体 为减少食物浪费 院方提供给住院病患的食物 每份将减少30克 觉得分量不够的病患可以要求增加食物分量 院方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在2045年前达到净零排放